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 Harper的父亲在读信 信中描述了战场的残酷 1969年 越南陆战队员在阵地分发信件1942年 一位英国妻子在读美军飞行员丈夫的信件 他告诉他 他被德军俘虏了 在战俘营1965年 密索里 一位女士在读丈夫从越南寄来的信1943年 德克萨斯 女飞行学员Let Rutherford 在享受完一瓶可口可乐后 惬意地写信1945年 一位酷似猫王的美军士兵在上铺写家书1966年 这位妻子担心他的丈夫 他的飞行员丈夫在越南被越共击落飞机被俘 他们每周都会寄来一封信 2003年 伊拉克兵营中写信的美军士兵1953年 朝鲜战争 美军士兵忙力偷闲禀丙服业读 当然 是加信1944年10月 英国 一个家庭 祖孙三代 妻子在读戏 丈夫在战场 2003 伊拉克纳什里耶 美军士兵Steven Plummer读妈妈的信 他头盔上的小国旗是他妈妈寄给他的 1951年 朝鲜 美军士兵爬出战壕在写信 那天没有战斗 2003年3月 伊拉克 美海军陆战队士兵 Kelkin Dottier带着对家人的美好回忆写家书 1944年 一名美军士兵在向上级打报告 请求允许他与苏格兰恋人 结婚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人Branker Lake作为一名英军士兵 对就是军人员口受加信 第二天 他战死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军人Branker Lake作为一名英军事兵爬出战